关键字 三大中心 两种能量文 我32岁 属于二婚 没有孩子 19年离婚的 我对象是88年的 他前一段婚姻有一对双胞胎男孩 他带了一个 我们两个相处有一年半多 也磨合了很多 准备结婚 我对他的担心是 一方面是孩子的平衡方面 需要两个人再去进行沟通 第二个是经济方面 虽然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还需要再沟通 第三个是性格方面 我们两个都是有点炸裂的脾气的 我系统性地回应女主的故事 我会从三大中心 两种能量来详细回应 一 三大中心 人的体内有三大中心 情感中心 行动本能中心 理智中心 理智中心 一 情感中心 从女主的描述来看 女主是一个理智中心很发达的人 理智中心在人的头脑中 但女主头脑里想的这些东西 在头脑层面是没有答案的 答案在女主的心里 沿接自己的心 女主才能打开自己的情感中心 女主的心有点着急 有点焦虑 有点担心 女主需要经常去看自己的心 在结婚之前有些担心 有些着急都是正常的 女主要允许自己焦虑 婚姻焦虑是正常的 如果说结婚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女主现在是第三次投胎 肯定要认真头 当女主焦虑的时候 女主要看看她在提醒你什么 每一种情绪都是一位逝者 带来你生命中的一些信号 女主要尝试学会少用点脑 多用点心 而行动的能中心 女主说自己和将要结婚的先生 都是火爆脾气 火爆脾气代表 我们运作的是本能中心 如果两个人都是本能中心比较强的 会出现一种可能性 就是双方会争夺权力 会在关系中争执谁是对的 谁是赢家 当一个人本能中心很强势 他想要扩张 那他的另一半需要怎么做呢 一个本能强的人 你不能在本能上跟他去对抗 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秩序 你要尊重我的态度 我的意见 你不能老是来跟我对 不能老是跟我反抗 他需要的是一种阴性能量 本能中心强的人 往往阳性能量比较强 需要阴性能量很强的人 如果两个人阳性都很强 冲突就特别大 而阳性能量有没有实用得到 最简单的考量标准 就是一个人挣很多的钱 或者为这个加承担了很大的资人 所以第一个方案就是 至少有一个人有阴性的能量 取认可和尊重有阳性能量的人 而只有情感中心打开后 阴性能量才能流动起来 三 理智中心 如果只是情感中心 加本能中心 还是不过均衡的 因为我们还少了理智中心的运作 虽然女主的理智中心很强大 但女主要先把自己脑子里的这些东西 全都倒出来 因为女主现在想的这些都不对 错误的理性也是理性 错误的观念也是观点 理智中心你的想法 并不都是客观的理智 也有很多错误的念头 我们要真正能对关系 对自我有思考和盘的 就是我真的能够看得清楚 想得清楚 以及沟通得清楚 比如说我能够去跟伴侣 做很多理性的探讨 再比如我们能讲清楚 事情该怎么样去分配 去协调 理智中心会对关系 做很好的支撑 否则的话 你光是本能和家情感 关系是不够立体稳固的 理智中心的部分 也是很多人很欠缺的 理智中心不正常运作的人会有 你觉得你在用头脑 但是你的头脑没有正常的运作 你的头脑永远在拼盘别人 永远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 并没有真正理性的分析 当你发现你的理智没有启动 情感没有启动的时候 你只用了你的本能识 你的生命形态还很初级 好多功能还没有启动 那本能比的是什么呢 是比谁的嗓门打 比谁更能打架 这是本能中心的典型 用的都是动物性 动物性的关系 坦白说体验感是很差的 理智中心 情感中心 行动等能中心的均衡发展 是每一个人的功课 因为你要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 你的生命要去展开 你的理智 你的情感 你的本能都要做很多的调整 二 两种能量 父亲和母亲 给予我们生命的两种能量 情感的部分 往往来自母性的力量 理智的部分 规则的部分 往往来自于父性的力量 一 母性的力量 母性给予我们一种连接的能量 我们善于连接 善于分享情感 善于共情 这是偏音性的能量 如果你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很善于理解他人 不用大声说话 能够轻言细语 能够跟别人交流 能够让人感觉很舒服 这就是情感中心的打开 母性的力量 也会给我们抱持的能量 当自己低落时 你能支持自己 拥抱自己 当别人很难过 出在情绪的乌云下时 你能走进他的乌云陪伴他 而父性的力量 但父性的能量 是另外一种能量 父性的能量 会告诉孩子 甚至是伴侣 我们和这个世界 是有规则的 我们做事情 光要爱是不行的 你不能说因为有爱 所以所有的人 都要喜欢我 所有人都要支持我 因为这个世界的运作 是有法则的 比如 人和人是有边界的 你不能过度打扰他人 没边界感的人 就会天天想和人 纠缠在一起 比如一个妻子会觉得 和老公都是夫妻了 就应该随时随地 都能找到老公 老公就应该 永远回应自己 对方在忙 他理解不了 觉得对方在忙 也得回应自己 再比如 一个人不停地 给领导同事 老师同学发消息 明明你在打扰别人 但自己是没有觉知的 只是被自己的需要 淹没了 什么需要呢 我需要这个人回应我 我就不停地发消息 让人不舒服 他对边界感 特别不清晰 这是因为 他跟母亲 连接的需要太强了 所以需要 父亲的力量来干预 让你知道 你和别人 是两个独立的人 也就是说 父亲是帮助你独立的 是让你知道 人和人是有边界的 一个跟父亲能量 连接得很好的人 跟人相处 是清爽的 不会拖泥带水 会让别人觉得有分寸 比如对方已经心情很糟糕了 你就会知道 这个时候自己该停了 不要再表达了 随时随地 能够喊停的这个功能 都是来自父亲 我知道 人与人有边界 人和人不能无限地 纠缠在一起 这个边界感 清晰感 很多人是欠缺的 是因为他没有 枪有力的父亲的力量 把自己从和母亲的 纠缠拿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装门 做一个父亲节的 专长网络课 因为在这片土地上 很多的父亲 没有被尊重 很多父亲 没有被尊重的原因是 母亲和孩子 站在一起吐槽父亲 让父亲 变成一个 没有位置的男人 母亲和孩子 就无休止 纠缠在一起 母亲的情绪 母亲的痛苦 全部传给孩子 那孩子也会随时随地 需要一个母亲 天天在一起纠缠 互相存在 他不知道 一个人也是 可以独立存在的 是可以独处的 他要跟一个人倾诉 天天倾诉 他才觉得自己是存在的 所以 没有真正的父亲力量 你也就没有真正的情感 你的情感是纠缠 而不是爱 你只有跟一个人的情感 有边界是爱 才是成立的 你跟一个人的情感 没有边界是 就会去控制 或者是依赖 所以我们要把这两种能量 五性的力量 和父性的力量 都架到我们生命里来 我们也要均衡地 发展自己的三大中心 情感中心 行动本能中心 一致中心 做生命的三好学生